高阳县城有一位江源外 今年三十来岁 是做水产生意起家的 江源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妻子秀云 乃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生 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 夫妻两人结婚后 可以说是相敬如宾 举案其美 从来没有红过脸 连一句重一些的话都没有说过 江源外夫妇养育了一个女儿 名幻轩婷 年方十三岁 长得是婷婷玉丽 冰雪聪明 被江源外视若掌上明珠 百般宠爱 本来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是和和美美 怎奈天不随人愿 这年冬天 秀云不幸染上了肺结核 整日咳嗽不停 不到三个月的功夫 人都消瘦得不成样子了 眼看着妻子病得如此严重 江源外心如刀脚 不惜花费重金 请来了县城鼎鼎有名的郎中 来为秀云诊治 在那个年月 肺结核乃是不治之症 不要说医术高明的郎中 就是大罗神仙也治不了这种绝症 郎中虽然尽了力 但是仍旧没有能够挽回秀云的生命 秀云在病床上苦苦挨了三个月 最后还是撇下丈夫和女儿 撒手人寰了 秀云这一走 家里顿时塌了半边天 江源外要忙于店铺的生意 实在没有精力照顾女儿轩婷 再者说了 女大必妇 女儿现在渐渐大了 正处于青春期 女孩子青春期的事情 还是母亲说教 要方便一些 于是江源外就想续闲 再取一房 一来呢 可以帮着自己打理家务 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 全心全意地做生意 二来呢 也是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 江源外想要再取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 有那好心的媒婆 替她介绍了几位 可是江源外见过之后 都不是很满意 这续闲之事也就放下了 这天一大早 江源外到临县 去谈一笔大生意 这次与她合作的是马老板 马老板为人豪爽 快言快语 和江源外非常聊得来 所以买卖谈得相当顺利 生意谈妥后 马老板尽地主之意 在城里最大最豪华的酒楼 设宴款待了江源外 酒席上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江源外和马老板的额头都冒汗了 脸色微微发红 马老板就说道 江源外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 但是一见如故 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做买卖 交朋友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多谢马老板盛情款待 江某人不胜感激呀 哎 江源外这么说就客气了 今天大家兴致很高 我就跟你扯个闲篇哪 我想问问江源外 你家夫人是否安好 现在孩子多大了呀 这句话戳到了江源外的痛处 江源外苦笑一声 回道 马老板有所不知啊 我家夫人已经故去了 留下了一个女儿 今年十三岁了 马老板听到这里 脸色大变 赶紧致歉 说道 抱歉抱歉 我真不知道你家夫人故去了 恕我冒昧 恕我冒昧 哎 不知者无罪 这是不怪你 那么江源外 可有再取之意呀 马老板 既然你问到这里了 我也就如实相告了 我的确有续贤之意 不过到如今 都没有遇到合适的 所以续贤的事情 就当得下来了 哎呀 江源外 这事情 你怎么不早说 我这就有一位姑娘 保你满意呀 哦 马老板 你不是在说笑 拿我开心吧 哎 婚姻大事 岂能够随便说笑呢 我跟你说呀 我表哥有个女儿 名叫兰桂 长得是貌美如花 肤白胜血 配你江源外 正好合适啊 敢问这位兰桂姑娘 今年多大呀 兰桂姑娘今年二十五岁 正值青春了 江源外听到这里 眉头一皱 说道 马老板 我比兰桂姑娘大十来岁 再者说了 我结过婚 还有一个女儿 兰桂姑娘会同意吗 哎 江源外你多虑了 我跟你交个十敌吧 兰桂姑娘的亲娘 早就去世了 她爹后来又娶了一房夫人 这位新夫人和兰桂合不来 早就想把兰桂嫁出去了 本来兰桂相中了城里的一位教书先生 但是她的爹娘嫌弃教书先生太穷 死活不同意 硬生生把他们拆散了 兰桂为此和她的继母闹掰了 她发出话来 只要南方有钱 哪怕年纪大一些结过婚 她也毫不介意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江源外听罢 若有所思点点头 马老板见江源外心动了 赶紧凑上前说道 怎么样江源外 你若是有意 我就安排你俩见一面 你一下如何 好啊 那就有老马老板了 哎 江源外就不必客气了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马老板说到做到 很快就安排江源外和兰桂见面了 见到兰桂 江源外煞时眼前一亮 这位兰桂姑娘 比马老板说的还要漂亮几分 只见她眼眉如画 面若桃花 端蒂是一个大美人 江源外和兰桂一见倾心 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则良辰即日 江源外骑着高头大马 带着迎亲的队伍 吹吹打打风风光光 把兰桂取进了家门 江源外把兰桂取进家门 起初也有些担心 怕她和女儿轩婷合不来 但是没过多久 江源外就打消了这种顾虑 兰桂只不过比轩婷大十来岁 名义上是她的继母 但是两人相处得好似姐妹一样亲热 兰桂每天给轩婷梳头 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 轩婷也很喜欢这个知心的大姐姐 从此之后 一家人生活得和谐美满 家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家庭美满幸福 江源外从此没有了后顾之忧 一门心思扑在了生意上 她的水产生意越做越大 不到几年的功夫 就成了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圆外 日月如梭 时间过得飞快 一晃八九年过去了 轩婷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美人 前来上门提亲的媒婆 那是络绎不绝 都快把江源外府邸的门槛给踏平了 江源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她和兰桂结婚后没有再要孩子 所以更加宠溺轩婷了 所以一定要为女儿找一个如意郎君 江源外比较开明 没有那些门第之分 最看重的是南方的人品 必须品行端正 心底善良 真心真意对轩婷好的 她才会放心地把女儿交给她 县城有个浪荡公子哥 名叫赵建如 这个赵建如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平日里游手好闲 天天出入于赌方酒寺 成天和一帮狐朋狗友 混在一起狐吃海喝 不是喝酒 就是赌钱 赵建如原本娶过一次亲 不过娘子娶进家门 没有两年就病死了 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消息 听说江源外的女儿轩婷 长得是倾国倾城 她立马心眼活动了 于是带着重礼上门求亲 赵建如这丝臭名昭著 名声早就烂了大街 江源外怎么肯把女儿嫁给她 怒气冲冲把她赶了出去 拿小的这丝不依不饶 不肯善罢甘休 放出话来 一定要得到轩婷 都说女大不中流 江源外也为女儿的婚事操心 就想早点为女儿选择一个好女婿 也好让赵建如那小子死心 这天天气晴好 江源外到城外的陈家村 去收购一批鲜鱼 本来像这种小事 江源外本可以交给管家 去做就好了 但是江源外一时兴起 想到郊外透透气 散散心 于是亲自出来了 陈家村衣衫傍水 山清水秀 一条宽阔清澈的小河 穿过小渔村 静静地流淌 看到如此疑人的盛景 江源外心情大好 正在这时候 一位浓眉大眼的年轻后生 背着一捆渔网 走到一座小屋前 麻利地摊开渔网 挂在绳索上面亮晒 江源外越看这个年轻人 越是欣赏 正在这么个时候 屋里走出来一位老汉 冲那位年轻人喊道 春生 歇一会再干吧 瞧把你累得满头大汉 那个年轻人回道 知道了 我这已经快忙完了 江源外赶紧走上前 朝那位老汉施了一礼 说道 老伯您老好福气啊 养了这么一个勤快能干的儿子 没想到那位老汉听罢 刹时间就愣住了 元外爷 您说啥 我儿子勤快能干 江源外看到老汉脸上惊恶的神情 也闹糊涂了 他一指那个后生 问道 难道他不是您的儿子吗 老汉听罢 哈哈大笑 回道 元外爷 你误会了 他不是我儿子啊 这下轮到江源外吃惊了 什么 春生他不是您儿子 那他帮你晾晒渔网 告诉你吧 元外爷 是这么回事 春生打小是个孤儿 他爹娘走得早 我见他可怜 就时不时请他到我家中吃饭 我那是个孤老头子 也不在乎家里多双筷子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春生如今长大成人了 可以自己打鱼养活自己了 他见我年纪老了 为了报恩 这才主动帮我干活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江源外听到这里 心里越发欣赏春生了 执恩图报 勤快能干 淳朴憨厚 这不就是自己心中如意的女婿吗 过了几天 江源外提着礼品 来到老汉家中 就把自己想招春生为上门女婿的想法 对他说了 老汉听罢高兴不已 江源外的为人他是知道的 他是城里有名的大善人 常常接济穷苦百姓 春生如果能够做江源外家里的女婿 肯定错不了 老汉一口答应下来 春生听说此事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为老汉在和他开玩笑 老汉拿出江源外送的重礼 拍了一下春生的脑袋 说道 傻小子 这种事我会跟你开玩笑吗 这位江源外是城里有名的大善人 你能够做他的女婿 那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春生也早就听说了轩婷姑娘的美名 她当然是求之不得 于是这门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在江源外的操持下 春生和轩婷拜堂成亲了 小两口结婚后 恩恩爱爱 过得是甜甜蜜蜜 春生娶了轩婷后 江源外手把手教她如何做生意 春生年轻脑瓜子灵活 又肯下苦功夫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把水产生意的门道 摸得清清楚楚了 这年初夏的一天 江源外正在店铺里面忙碌 忽然外面一阵脚步生 只见两位家仆 簇拥着一位衣着阔绰绰的大老爷走了进来 江源外赶紧笑脸相迎 啊 客官 你想要点什么 这时候 大老爷身旁的家仆说话了 我们老爷乃是省城红太酒楼的杨老板 哎呀 听到杨老板的名号 江源外顿时吃了一惊 这杨老板的名头实在是太响了 但凡做水产生意的 不论是谁都想为杨老板供货 不为别的 杨老板开的红太酒楼 乃是省城最豪华的大酒楼 接待的都是达官显贵 富豪名流 能够把生意做到红太酒楼去 那可是极其光耀的事情 江源外赶紧请杨老板上座 奉上最好的香茶 问道 杨老板此番大驾光临 不知有何贵干 杨老板微微一笑 缓缓地说道 江源外 我知道你是县城最有名的水产商 我这次是慕名而来 今年年底 有一位大官要在我们酒楼办寿宴 他点名要吃极花鱼 我知道这种鱼很难买 所以就来反请江源外了 只要你能够帮我买到 价钱好说 我肯定让你大赚一笔 听到这里 江源外是既兴奋又担忧 这极花鱼乃是东北独有的特产 江南很难见到这种稀罕物 但是送上门的买卖 岂能够往外推 这笔买卖如果做成了 可以抵得上他店铺一年的盈利了 江源外略微思索片刻 斩金截铁地说道 杨老板 既然你这么信得过我 我就辛苦为你跑一趟 你给我几个月时间 我一定如期叫火 好 江源外果然是快人快语 爽快干脆 杨老板听罢高兴不已 当即就付了定金 然后高高兴兴走了 送走杨老板 江源外回到家里 就和女婿春生商量 准备亲自去东北一趟 无论多么辛苦 也一定要信守诺言 如期交货 说干就干 江源外打点行装 把家里托付给夫人兰桂了 要她和轩婷好好看家 说道 夫人 我这一去 少则三个月 多则四五个月 或许时间更长一些 谁也说不准 家里就交给夫人了 兰桂回道 老爷 你就放心去吧 家里有我在呢 保证万无一失 听到兰桂这么说 江源外也就放心了 于是带着春生坐上马车 向东北急驰而去 江源外走了暂且不说 单说兰桂和轩婷在家 开始几天 两人在家操持家务 简简单单 倒也相安无事 这天一大早 江源外的一位老朋友 也是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邱老板 送来一些新鲜打捞的螃蟹 让江源外尝尝鲜 兰桂推说江源外不在家 本来不想收 怎奈邱老板非要兰桂收下不可 说话间放下螃蟹篓子 就快不走了 兰桂见此情景 不得不收下了 于是吩咐厨房 将螃蟹清蒸了 让大家都尝尝鲜 在那个时候 螃蟹也算是一种难得的美味 平日里很难吃到 晚上厨娘将香气四溢的螃蟹端上桌 兰桂性质很高 打开了一瓶好酒 邀请轩婷陪她喝几杯 轩婷本来就不会喝酒 只是小米了几口 兰桂却连喝了几大杯 不多时就喝得醉醺醺的 不省人事了 轩婷见兰桂醉得不成样子了 就想把她扶回房间休息 不料走到了自己的卧房门口 轩婷实在是没有力气 搀扶不动了 只好把兰桂放到了自己床上 兰桂一躺下就呼呼大睡了 轩婷只得随便选了一间空置的厢房休息 也是该着要出事 赵建如那小子也不知怎地 就知道了江源外和春生出了远门 顿时心中起了邪念 就趁着夜色摸到了轩婷的房间 想要讨些便宜 赵建如进入轩婷的房间后 捏手捏脚摸到床边 朦朦胧胧中见床上躺着一个女子 曼妙地身姿尽显无疑 发出轻微的呼吸声 赵建如灯时浴火焚身 不顾一切扑了上去 着急忙慌的就开始撕扯女子的衣裳 正在这么个时候 兰桂忽然惊醒了 猛然发觉身上压着一个强壮的男人 煞食大惊失色 喝道 谁 你要干什么 这一嗓子把赵建如吓坏了 哎呀 不对啊 这不是轩婷的声音啊 再借着透进来的月色看了看 吓得魂飞魄散 眼前的女子竟然是兰桂 但是赵建如很快就镇定下来了 这时候的兰桂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岁 但是保养得相当好 肤如凝枝 皮肤白皙光滑 一点也不输给年轻女子 赵建如混迹情场多年 深谙这时候的兰桂需要什么 她没有逃跑 反而将兰桂抱得更加紧了 兰桂看到是赵建如 不由地大怒 喝道 你再不撒手 我就要喊人了 赵建如嬉皮笑脸地说道 赵母娘 你倒是喊呢 如果真的把人喊来了 我看你怎么收场 你就别再装了 还是从了我吧 听到这话 兰桂忽然邪魅地一笑 似乎心中的那点小心思 早被赵建如给参透了 其实兰桂本来就是个不安分的女子 当年马老板将兰桂介绍给江园外 有一些隐情 故意没有说出来 兰桂当年喜欢一位教书先生 被父母硬生生拆开是不假 但是有一点马老板隐瞒没有说 那就是兰桂后来和一个有妇之夫勾搭在一起 兰桂的父亲得之后 气得直吐血 大骂兰桂 我们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兰桂为此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 一刻也不想在家里待下去了 所以马老板把江园外介绍给他的时候 兰桂丝毫没有犹豫 立马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为的就是要早点嫁出去 落个清静 兰桂嫁给江园外之后 的确安分了许多年 但是内心一直愤愤不平 毕竟江园外比他大了十几岁 再者说了 江园外比较守旧木讷 一门心思都放在生意上 对于男女之事 根本不懂风情 赵剑如这丝 说不上是特别英俊的帅哥 但是盛在年轻 比兰桂小了十多岁 年轻有活力 加上他特别会撩拨女人 只要他看上了女人 几句甜言蜜语 就能够拿下 兰桂心中压抑多年的欲望 瞬间被唤醒 这下一发不可收拾 就这样他和赵剑如倒在床上 颠笼捣缝 做成了好事 情欲的闸门一旦打开之后 就难以关上了 打那之后 赵剑如就经常溜进兰桂的房间 两人夜夜欢歌 肆意放纵 俗话说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日子久了 轩婷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但是心里也没底 毕竟他也没有亲眼见到过 这天晚上 轩婷起夜 完事后回房间的路上 恰好路过兰桂的房间 只见他的房内烛光摇曳 隐隐约约传来 一男一女谈话的声音 轩婷心中灯石一愣 屋里的男人是谁 难道说是父亲回来了 不可能啊 父亲回来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 再者说了 这也不是父亲的声音啊 分明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和好奇 轩婷轻手轻脚地走到窗台下面 透过窗户缝隙朝里面观桥 这一看 羞得轩婷满脸通红 只见兰桂和赵剑如 衣衫不整搂抱在一起 亲密地躺在床上 正在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轩婷羞红了脸 掉头就跑 这下坏了 一不留神 一脚踢在花盆上 发出啪哒一声脆响 夜里寂静无声 这么大的声响 屋里的两人瞬间就听到了 兰桂赶紧穿衣下床 推开门一看 正好看到了轩婷 匆匆忙忙离去的背影 兰桂暗叫一声 坏了 被那丝看到了 赵剑如问道 谁 被谁看到了 兰桂悠悠地说了一声 是轩婷 赵剑如听罢 冷笑一声 眼中透出一丝杀气 冷冷地说道 这是如果被他捅出去 我俩谁也好不了 干脆做了他 兰桂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 急忙说道 你可不许胡来 再怎么说 他也算是我的女儿 你要感动他 我绝不饶你 赵剑如笑嘻嘻地说道 我心里有数 想要叫他保守秘密 我有的是手段 打那之后 赵剑如晚上再也没有来了 兰桂也收敛了许多 轩婷以为他改过自新了 心里稍稍安慰了一些 也就放松了戒备 这天天气情好 吃罢早饭 兰桂对轩婷说道 今天天气这么好 不如你陪我去城外的铁山寺烧香 顺便游览一番大家山 不知你意下如何 轩婷见兰桂这么说 也不好推辞 只好点头同意了 管家很快就预备了两顶轿子 兰桂和轩婷各做一顶轿子 一前一后朝铁山寺走去 铁山寺坐落在城外的大家山上 大家山山栏叠障 山是起伏 连绵数十里 这里山高林密 郁郁葱葱 铁山寺就坐落在半山腰 因为铁山寺比较偏远 所以香火不算旺盛 来烧香许愿的善男信女不是很多 寺院里面略显冷清 烧香完毕 在寺院里面用过斋饭 兰桂和轩婷坐上轿子就往回走 兰桂的轿子走在前面 轩婷的轿子跟在后面 前后相隔十来步的距离 刚刚走到下山的丫口 眼看快到关到了 前面的轿子突然一溜烟地跑了 后面的轿子则停了下来 轩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刚掀开轿帘查看 忽然嘴巴被一条湿毛巾给堵住了 轩婷吓得惊骇不已 想要拼命呼喊 怎奈嘴被堵住了 发不出声音 旋即感觉眼前一黑 就晕厥过去了 等轩婷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间 妖艳花哨的屋子里 刺鼻地腌制香水 为直冲脑门 眼前站着几个小丫鬟 还有一个身材肥瘦的妇人 轩婷摇了摇 昏昏沉沉的脑袋 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我这是在哪里 眼前的胖妇人 啼笑肉不笑地回道 轩婷姑娘 你现在迎春楼 这可是富阳县城最大 最豪华的青楼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 轩婷瞬间就惊呆了 什么这里是迎春楼 富阳 要知道富阳距离高阳县城 足足有数百里之遥 我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 轩婷发疯一般朝门外冲去 不料门口站着两个标形大汉 好像钱小鸡一样 把轩婷给钳住了 恶狠狠扔到了地上 这时候那个富人 也就是迎春楼的老宝 上前狠狠扇了轩婷两个嘴巴 骂道 你个死丫头 刚来就想跑 你要再赶跑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你是我花了三百两银子买来的 你要不给我把这钱挣回来 我撕烂你的嘴 轩婷听到这里 犹如掉进了冰窟窿里面 这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原来赵建如早就和兰桂 商量了一条毒计 兰桂假意邀请轩婷去铁山寺 烧香祈福 回来的路上 兰桂早早溜走了 轩婷刚刚从轿子里面探出头 就被赵建如用猛汉要浸湿的毛巾堵住了嘴 很快轩婷就被迷晕了 这才被卖到迎春楼 江园外和春生回到家 没有看到轩婷 就问兰桂 轩婷去了哪里 兰桂瞬间哭了起来 哭着说道 老爷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轩婷 那天我带他去铁山寺烧香 回来的路上 轩婷被一匹恶狼给叼走了 说罢拿出一只绣花鞋 老爷 我慌慌张张回去喊人 等回来的时候 已经不见了轩婷的踪迹 地上只留下这只绣花鞋 江园外接过绣花鞋一看 果然是女儿的绣花鞋 当时心如刀脚 眼泪扑速速落了下来 哀嚎道 女儿啊 我可怜的女儿啊 你死得好惨啊 将园外何春生带了十几个活迹 叫兰桂带路 来到他所说的轩婷失踪的地方 苦苦搜寻 想要找到轩婷的尸骨 可是一点踪迹都没有 他们哪里知道 这会儿 轩婷被关在数百里之外的富阳县城迎春楼 他们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再说 轩婷被关在迎春楼 老宝硬逼着轩婷开门接客 轩婷抵死不从 老宝见此情景 怒不可遏 叫人狠狠鞭打了轩婷一番 而后 罚他在后院做了一名洗衣女 连续一个来月洗衣服 整天双手泡在水里 很快就脱了一层蹄 这天轩婷正埋头洗衣服 忽然身后传来一记喊声 轩婷姐 轩婷姐 轩婷回头一看 眼前站着一个二十出头 瘦瘦弱陌生的小伙子 他当即就是一愣 你是谁 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小伙子凑上前 低声回道 轩婷姐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阿华呀 阿华 轩婷听罢迟疑了一会 还是没有想起来 轩婷姐 你不记得了 五年前除夕夜的晚上 我冻晕在你家门口 是江源外 好心把我带进府里 救活了我 还留我在府里住了一个多月 经过这么一提醒 轩婷终于想起来了 是有这么回事 五年前的除夕夜 一家人高高兴兴吃罢团年饭 江源外正准备到外面放一挂鞭炮 忽然发现院子门口的雪地里面躺着一个少年 身体都冻僵了 江源外赶紧把少年背进屋里 生起炭火 拿来热汤喂送少年喝下 少年这才醒了过来 后来经过询问得知 少年名叫阿华 父母双亡 是逃难来到此地的 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险些被活活冻死 江源外大发善心 收留阿华在府里住了一个多月 江源外本来想收留阿华在府里当个伙计 正在这么个时候 江源外的一个朋友要去复阳做生意 阿华有个远房亲戚恰好就在住在复阳 于是阿华跟随那位朋友来到了复阳 阿华来到复阳后 被他的亲戚介绍到迎春楼 当了一个做工的小杂役 他万万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恩公的女儿 阿华就问轩婷 姐姐 你怎么来到了这里 这可是青楼啊 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轩婷瞬间红了眼睛 就把自己如何 被人陷害 被迈到这里的经过详细叙说了一遍 而后哭着说道 阿华 求求你 想想办法救我出去 阿华听吧 心中很是难过 他劝慰道 姐姐 你放心 我就是豁出这条性命 也要把你就出去 不过你暂且忍耐几天 现在还没到时候 等时机成熟了 我一定救你出去 别看阿华年纪不大 但是做事很有头脑 他知道迎春楼里看管甚严 不能使蛮力 得动动脑子 要不然不但救不了轩婷 还会连累自己 过了不多时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来了一个大财主 一眼就相中了迎春楼里的一位姑娘 于是花大价钱为她赎身 要带她回家娶为小妾 可巧的是 这位财主就是高阳县城人士 这个姑娘有一个贴身丫鬟 名叫东梅 东梅和阿华私底下有些交情 阿华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叫轩婷写了一份亲笔信 阿华把信件交给东梅 又给了她许多银两 请求东梅到了高阳县城 把密信交给江园外 东梅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又收了阿华的银两 自然答应了下来 于是将密信缝在了贴身衣裳的夹缝里面 悄悄带了出去 东梅跟随小姐和财主 到了高阳县城之后 趁着出门买菜的机会 找到了江园外府上 送出了这封密信 江园外看到女儿 轩婷写的亲笔信 那是惊喜万分 没想到女儿如今还活着 她当即带着春生到县衙报案 县令大人接到报案后 不敢耽搁 立马命令捕快逮捕赵建如 兰贵 而后派人将轩婷救了回来 轩婷感念阿华的恩情 一并把她带了回来 见到轩婷活生生站在眼前 赵建如和兰贵知道一切都完了 再抵赖也没有用了 只得老老实实交代了罪行 最后赵建如被判斩立决 兰贵被判十年监禁 案件完结 轩婷终于和家人团聚了 过了没有两年 轩婷就为春生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江源外抱着可爱的外孙女 那是高兴得何不拢嘴 江源外为了报答阿华的恩情 就留她在府里做了一个小主管 后来还给她说了一个媳妇 从此之后 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 其乐融融 幸福美满 山河县城有一位青年 名叫关志杰 这小伙长得帅气英俊 仪表堂堂 他为人热忱善良 憨厚淳朴 乡亲们都很喜欢他 这年开春 关志杰娶了邻村的女子一方 小夫妻两人结婚后恩恩爱爱 小日子过得非常甜蜜 关志杰家里本来有几十亩良田 日子虽然说不上是大富大贵 但是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还算是过得很不错 拿小的天有不测风云 这天夏天 河水暴涨 洪水泛滥 请客间冲毁了良田乌社 关志杰拼命带着媳妇一方 从洪水里面逃了出来 总算捡回来一条命 可是房子被洪水冲毁了 家产全被冲走了 这可如何是好 一方拿出一个木匣子 安慰夫君 说道 这是我陪嫁的金银首饰 方才逃命时 别的家当来不及抢救出来了 情急之下 我就抢出了这盒首饰 应该可以对付一段日子了 关志杰叹了一口气 回道 娘子真的是有心人 没有这点家底 只怕我们要沿街乞讨了 我有个堂哥在柳条县 现在我们无处安身 不如去投靠我的堂哥吧 一方回道 全平相公安排 于是夫妻二人收拾了行李 带上首饰盒 赶往柳条县 一路小行夜宿 这天夫妻二人走到了牧鱼镇 眼看天色已晚 于是找了一家客栈住下了 客栈老板见来了客人 马上笑脸相迎 哟 二位客官来了 李面请 李面请 关志杰要了一间客房 夫妻二人走了一天的路 早已累得疲惫不堪 于是洗漱完毕 就早早躺下歇息了 就在这么个时候 忽然隔壁传来嚷嚷声 走走走 没钱就滚蛋 别在这耽误老子做生意 吵闹声越来越大 关志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穿上衣服走到隔壁棺桥 只见店掌柜插着腰 怒气冲冲 正在训斥一个躺在床上的中年汉子 但见那中年汉子脸色蜡黄 面容憔悴 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 一看就是生病了 关志杰试个热心肠 就上前问道 掌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店掌柜没好气地回道 算我倒霉 店里住进来这么一个穷鬼 已经拖欠了我一个月的房钱 还赖在这里不走 关志杰走进中年汉子 轻声问道 大哥 遇到什么难处了 能跟我说说吗 中年汉子看到关志杰一脸的诚恳 于是道出了实情 原来中年汉子名叫屈涛 是个买卖人 这次本来是到县城里面进货 不想落进了几个奸商设下的陷阱 赔光了所有的本钱 渠涛一时间急火攻心 病倒在客栈了 现在别说房钱 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关志杰听罢 唏嘘不已 回道 屈大哥 我现在也遇到点难事 本就不太宽裕 不过你的事叫我遇上了 我就不能不管 你的房钱 我替你还了 屈涛听到这 感激不已 立马红了眼圈 贤弟呀 这叫我怎么谢你才好啊 关志杰摆摆手 回道 谁在外面没个马高登短的时候呢 说吧 就问店掌柜 他欠你多少房钱 我来还 店掌柜就是一愣 有货 世上还真的有好心人黑 回道 他欠我二两银子的房钱 关志杰掏出二两银子 递给店掌柜 拿去吧 店掌柜接过银子 喜滋滋走了 关志杰回屋后 就即刻跟媳妇尹芳说了此事 一方也赞成夫君的做法 第二天 关志杰请来了大夫 为屈涛看病 大夫看过后 开了药方 说道 病人这是偶感风寒 加上急火攻心 引发的热病 照我开的药方抓药 按时服下 不出几日 就会痊愈了 关志杰小夫妻还真的是不错 日日夜夜守护在屈涛身边 为他煎药 端来热饭热菜 细心伺候着 在关志杰夫妇两人的精心料理下 过了五天 屈涛的身体彻底恢复如初了 就准备回老家 关志杰又拿出三两银子送给屈涛 说道 大哥 这点银子就给你做盘缠 你看够吗 屈涛接过银子 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兄弟呀 叫我怎么谢你才好啊 关志杰说道 哎 说什么谢呢 大哥 你也离家这么多天了 家人一定非常焦急 快些回家吧 我们还要赶路 就不相送了 就这样 关志杰夫妇和屈涛 就此别过 各奔东西 一路无话 这天关志杰夫妇风尘仆仆 来到了柳条县城外 只见老百姓成群结队往外涌 一个个形色匆匆 愁眉不展 关志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拦住一位老者问道 老大爷 城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咋都往外逃啊 老者叹了一口气 回道 年轻人 你还不知道吧 城里最近爆发了瘟疫 死了不少人 赶紧逃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听到这 关志杰吓得不轻啊 看来不能进城了 不能去找堂哥了 媳妇一方问道 相公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关志杰回道 娘子莫要担心 离这儿不远 有一座海青城 城里有我一位多年的好友 名叫图林 我们去海青城找这位好友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一方听罢欣喜不已 海青县城离着这里不太远 夫妻两人走了十几里路就到了 你还别说 他们真得就找到了那位朋友图林 图林一看是关志杰来了 立马将他们迎接进了自己府中 当晚就摆下丰盛的家宴 款待关志杰夫妇 九过三巡 菜过五位 图林就问 关兄 怎么来到了这偏远之地呀 关志杰也没有隐瞒 就把自己老家遭受水灾 夫妇两人逃难出来投奔堂哥 不想县城里面爆发瘟疫 这才前来相投的事情 原原本本续说了一遍 图林听罢 赶紧劝慰道 关兄放心 到了这里就自当到了自己家里 只管在我这里放心住下 说罢就给关志杰针灸 图林手上为关志杰针灸 眼睛却描向关志杰的媳妇一方 哎呀 这小娘子长得真是俊俏啊 眉似期待 嘴似红唇 面若桃花 越看越漂亮 越看越喜欢 但是关志杰就在身边 图林也不敢太过张扬了 关志杰在图林家一住 就是一个多月 图林这丝色欲熏心 被一方的美貌 迷得神魂颠倒 就想出了一条谋害关志杰 霸占一方的毒计 这天图林就把家里的长公图大勇叫了过来 问道 大勇 你说 我图家带你如何 图大勇回道 图家 带我恩重如山 当年若不是老太爷将我捡回来 我只怕早就冻死在街头了 现在少爷带我这么好 图家的恩情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图林听罢 说道 那好 既然图家带你这么好 现在我就要你去做件事 只要这件事你办成了 我就送你一座宅子 让你挑门单立门户 图大勇听了就是一愣 赶紧问道 不知道少爷叫我做什么 图林回道 你知道最近我家中来了客人吧 你别看这个关志杰看上去思思文文 其实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当年我在山河县做买卖的时候 被这个关志杰骗光了所有银子 险些死在了当地 现在他落难了 倒想着来我家讨便宜 真是岂有此理 有仇不报非君子 你把他引到偏僻之处 把他干掉 就当是为我报仇了 说到这 图林停顿了一会儿 继续说道 你将他随身携带的首饰盒拿来给我 回来的时候 将他身上的衣裳扒下来给我 你的刀上必须带血 听明白了吗 图大勇听罢 帮都没有打一个 立马就答应下来了 图林又对图大勇 如此这般这般 如此交代了一番 图大勇听了 频频点头 这才转身离去 第二天一大早 图林就找到关志杰 说道 关兄啊 你看你来了这么久 一直住在天房 那里阴暗潮湿 让你和嫂嫂在那里住了这么久 小弟于心不安啊 小弟在郊外有一座庄园 庄园足够宽敞 里面吃的用得一应俱全 而且那里环境优雅 空气清新 非常适宜居住 要不大哥今天先过去看看 如果大哥看得满意 明天就可以带着嫂嫂搬过去 你看如何 关志杰听了非常高兴 于是图林就吩咐图大勇 让他带着关志杰去郊外看庄园 庄园远在郊外 离着城里还有一段距离 两人走得是满头大汗 关志杰看图大勇走得汗湿了衣衫 就拿出二两银子送给他 说道 大哥 今天让你受苦了 这点银子你收下 买杯酒喝 只当是我的一点心意 图大勇接过银子 心中五味杂陈 很不是滋味 心说关志杰 这人真是不错呀 就有点动摇了 不想害死他 但是一想到自己没法跟少爷交代 于是心一横 又改变主意了 俩人走到山林深处的时候 图大勇眼见四下无人 突然从腰间拔出了尖刀 恶狠狠逼近关志杰 说道 姓关的 我家少爷说你以前坑骗过他 叫我宰了你回去复命 对不住了 你死了到了地底下 千万不要怪我 说罢就要动手 看到图大勇手中明晃晃的尖刀 关志杰吓得脸色煞白 冷汗直流 赶紧跪岛求饶 图大哥 你且听我说 事情根本不是图林说到那样 当年图林在山河县城做生意时 被人骗光了钱财 要不是我送他银两 他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想不到这图林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以怨报德 还想来加害于我 我家里还有妻子 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我这一死 叫我妻子怎么活下去啊 图大勇听罢 双眉紧缩 这图大勇本来就不是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魔 听了关志杰所说的 也动了恻隐之心 于是说道 少爷待我不薄 他叫我干什么 我是绝对不敢违抗的 要不这样吧 你把身上的首饰盒取下来交给我 我回去也好交差 你就自行逃命去吧 关志杰听了感激不已 朝图大勇磕了几个响头 然后将自己包袱里面的首饰盒取出来 交给了图大勇 图大勇说道 你把身上的衣衫脱下来 给我带回去 我家少爷吩咐 这刀上面必须带血 才能够算数 这可如何是好 关志杰听罢 横下心 搜的一下 用刀尖划破了手指 刹那间 烟红的鲜血 浸染了刀刃 图大勇接过衣衫 首饰盒之后 说道 今天我放了你 你最好逃远一点 千万别叫少爷发现 如果被他知道了 反而还会连累于我 关志杰连忙回道 大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逃得远远的 说吧 就往大山深处逃去 图大勇带着 关志杰的首饰盒 衣衫 带血的尖刀 回去交给图林赴命 图林见了大喜过望 赶紧设宴款待图大勇 并且把关志杰的妻子 一方请过来作陪 一方见天色已晚 图大勇回来了 自己的丈夫关志杰却没有回来 不免心中有些担忧 于是问图林 我相公不是跟图大勇去郊外看庄园吗 怎么图大勇回来了 我相公还没有回来呢 图林嘴角露出一丝奸笑 说道 嫂嫂 我家可比关家有钱多了 他现在只不过是个逃难的公子 你何必跟着他吃苦遭罪呢 你还不如跟了我 吃穿不尽 享受不玩 岂不美在 一方没想到图林这般厚颜无耻 历生呵斥道 小叔好不放肆 我家相公还在 我怎么可能与你这种人在一起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不知廉耻的话来 这时的图林喝酒喝得醉醺醺的 满面红光 醉眼朦胧 就要过来搂抱一方 一方吓得一声尖叫 转身躲开了 骂道 混账 请你自重些 今天你要敢无礼 我就死在你眼前 图林听罢 越发肆无忌惮 说道 实话跟你说了吧 你相公早就被我派人杀害在郊外了 说吧 将关智杰的首饰盒 衣衫 带血的尖刀 扔到一方面前 你看 这是不是你丈夫的衣裳 首饰盒 今天你若不从了我 我就送你下去 和你丈夫在殷曹地府团聚 一方看到关智杰的首饰盒 衣衫 还有带血的尖刀 这才知道他肯定出事了 顿时哭得死去活来 图林赶紧搀扶起一方 说道 嫂嫂也不必太过伤心了 既然关智杰已经不在了 你就不如跟了我 做人不要太执迷不悟了 说吧 就扑倒在一方身上 要去撕扯他的衣服 一方极力反抗 脑海中想着脱身之计 图林真是禽兽不如 相公怎么就把这种人错 当成了朋友呢 现在怎么办 如果不从了他 这次肯定要对我下毒手 这种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就在图林即将得手的时候 一方脑海中忽然有了主意 说道 你有所不知 我现在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身孕 如果你非要娶我 就等我生下孩子再说 你如果不答应 我现在就一头撞死在墙上 图林听到这 立刻住手了 心说 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美人 可不能就这么没了 再说了 也不差再等这几个月 让他一个弱女子 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图林就让自家的一位 沈娘苗干娘 带着一方 搬到了西城的一座宅子养胎 他还叮嘱苗干娘 等一方生下孩子后 无论是男孩女孩 立马送给别人 再通知她去娶亲 这苗干娘 得了图林的好处 收了她很多银子 自然满口答应了下来 苗干娘带着一方 在宅子里面住了下来 几个月后 一方生下了一个男孩 苗干娘带着男婴 就要拿去送人 一方见了 急忙跪下来哀求 干娘 你就可怜可怜 我这命苦的女人吧 现在我相公已经没了 这孩子是官家唯一的血脉 还望干娘手下留情 苗干娘看见一方的确可怜 相公死了 现在如果把她唯一的孩子 拿去送人 实在下不去手 于是就心软了 把孩子留下来了 过了一个多月 孩子满月了 苗干娘说道 图少爷曾经吩咐过 孩子满月了 就要回去复命 现在时间已到 如果再不回去 恐怕他就要找来了 到那个时候 就不好办了 只怕那时候 孩子的性命难保 让我也难做 一方伤心欲绝 就说道 好吧 我们这就回去 等到了图家门口 你就把孩子抱走 于是苗干娘 雇了一辆大车 搀扶一方母子上了大车 车夫一甩马鞭子 马车咕噜咕噜 朝东城走去 一方抱着怀里的孩子 想到即将与他分别 心如刀割 眼泪哗哗往下流 大车走着走着 真的应了那句话 天无绝人之路 老天爷还真的就是 可怜一方这对母子 特别眷顾于他 就在大车穿过 十字大街的时候 忽然路边走来 两个巡逻得不快 一方就像抓到了 救命稻草 拼命呼喊 来人啊 救命啊 这一嗓子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立刻划破了街道的静谜 苗干娘吓得面如土色 赶紧催促车夫快跑 快跑 那还能跑得掉吗 不快听到呼救后 一个剑步冲上前 抽出佩刀 一把拦住大车 抱贺一声 停下 车夫一看佩刀 吓得瑟瑟发抖 赶紧勒住了马的缰绳 吁得一声长叫 大车停下了 不快冲上前 撩开帘子一看 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少妇 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 再看旁边坐着一个大娘 神色慌张 就知道里面有蹊跷 于是命令车夫 将大车赶往县衙 车夫不敢不从 只得乖乖照办了 赵县令赶紧升堂审案 一方就把这段时间 自己的悲惨遭遇 详详细细续说了一遍 赵县令听罢 气得浑身颤抖 立刻命令捕快将图林 图大勇击捕归案 图林 图大勇 被带到县衙大堂 吓得魂不守舍 图大勇见瞒不过去 就把图林如何教唆自己 杀害关智杰 抢夺他的首饰盒 自己又如何放走了 关智杰的来龙去脉 详细续说了一遍 但是现在找不到关智杰 赵县令也不好分辨真假 只得先将图林打了二十大板 暂且收监 图大勇和苗干娘 作为重要证人 暂时留在府中 等找到关智杰后 再重新审理此案 再说回关智杰 那天图大勇放他逃走后 关智杰不敢逗留 没命地朝前逃命 夜里漆黑一片 也辨认不清方向 不知道跑了多远 跑到了哪里 直到累得精疲力竭 再也跑不动了 这才贪软在地 昏了过去 等关智杰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 屋里摆设甚是简陋 一看就是穷苦的人家 就在这时候 一位老大爷走了进来 说道 哎哟 你总算醒了 你知道吗 你足足昏迷了一整天 可把我急坏了 关智杰赶紧致谢 谢谢您 老人家 敢问您怎么称呼 老人家笑着说道 就叫我李老头吧 我孤老头子一个 也没个什么好名字 就这样 关智杰在李老头家住了下来 李老头是个殿农 靠给园外家种地为生 关智杰只说自己是逃难出来的 关于自己被人陷害的事情 只字未提 怕下着了老人家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这天关智杰和李老头正在家中干活 不大一会儿 忽然一位神采奕奕的园外爷走了进来 李老头赶紧上前打招呼 啊 园外来了 那人点点头 回道 是啊 今天来下乡办点事 顺便来看看你老人家 关智杰就觉得这声音 怎么听上去 那么耳熟 定睛一看 惊得目瞪口呆 脱口而出 屈大哥 怎么是你啊 来的这位不是别人 正是关智杰在客栈结石的屈涛 屈涛一看 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关智杰 真是惊喜万分 笑着说道 我也没有想到啊 贤弟 你不是说要去柳条县城 去找你的堂哥吗 怎么来到了这里啊 关智杰听罢 眼泪掉了下来 哭着将自己如何被屠林陷害 又如何被好心的屠大勇释放的经过 续说了一遍 屈涛听了关智杰的讲述 唏嘘不已 说道 贤弟 让你受苦了 说你什么好呢 你这人心底善良 但是阅历还是不够啊 为人善良本来没有错 但是善良也得带点锋芒 俗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不要老想着用自己的好去感动别人 有时候也要用自己的坏来保护自己 吃一欠掌一掷 这回你就算受刺教训吧 官智杰点点头回道 大哥教会的急事 只不过不知道我娘子现在怎么样了 我甚是担心啊 她已经怀有身孕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须涛回道 贤弟不必担心 我外甥在县衙里面当差 明天我就叫外甥去打听弟妹的消息 第二天上午 须涛的外甥兴冲冲跑来 一进门就喊 恭喜你啊 官公子 你升级当上父亲了 嫂嫂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官智杰惊喜不已 曲涛的外甥就把一方已经生下一个儿子 赵县令已经将图林收监的事情 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现在就等着官智杰去县衙大堂 赵县令要重新审理案件 官智杰听罢 激动万分 盼望了这么久 就等着天天了 于是曲涛带着官智杰来到了县衙大堂 赵县令一看 官智杰平安归来了 很是欣喜 立马升堂审案 最后判决图林斩立绝 将他的家产没收充公 并且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赔偿 给了官智杰 图大勇虽然有意谋害官智杰 但是关键时刻迷途之返 收手了 还放了官智杰 就算功过向底吧 不予追究了 官智杰和妻子一方终于得以团聚 官智杰见到了自己长得肥嘟嘟的儿子 心里乐开了花 曲涛感激官智杰当年的救命之恩 亲自将官智杰夫妇送回了老家 又拿出重金 替他们重新建造一所宅子 官智杰从此和妻子一方 住在宽敞气派的新宅子里面 一家三口生活得甜甜蜜蜜 就好似蜜李家堂 田上家田 商丘县城有一位碧园外 祖上三代都是做大买卖的 到了碧园外这一辈 更是不得了 光是名下的店铺 就不下十余家 每天可以说是日进斗金 赚了个盆满钵满 别看碧园外这么有钱 可他却是个吝啬鬼 一闻钱恨不得掰成两瓣花 村里的老百姓都说 碧园外为父不仁 所以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 碧园外赚的钱 可以说几辈子都花不完 应该很知足了 但他有个心病 一直搁在心里 久久无法释怀 什么心病呢 那就是碧园外和夫人慧兰结婚多年 一直没有子嗣 俗话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碧园外没有子嗣 不能为碧家延续香火 这不仅仅是对不起列祖列宗 再者说了 这么大的一份产业 无人继承 碧园外岂能够不为此发愁呢 为了生下儿子 碧园外和夫人慧兰 找不少名医看过 持了很多偏方 但是这些年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天夫人慧兰对碧园外说道 相关 听说城外有座白云罐 罐里的白云道长 法力无边 道横很深 去年邻村有两对夫妇 找白云道长求子 今年他们都如愿以偿 生下了孩子 不如我们也去拜访一下 白云道长 求一个生子的秘方 碧园外也想早点当爹 有个儿子好继承家业 听到夫人这么说 于是就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 碧园外和夫人慧兰 带着厚礼来到白云罐 拜见道长 小道士得知 碧园外的来意后 就把他们领进了 道长的房间 碧园外走进房间 只见一位白发苍苍 先锋道鼓的道长 盘坐在蒲团上面 闭目修炼 碧园外夫妇见此情形 也不敢贸然打扰 只好站在一旁等候 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道长微微张开眼睛 缓缓地说道 碧园外 我已经知道你的来意了 你是为求子而来 你的命里有没有儿子 这要看缘分啊 你要多结善缘 多做善事 这样才能够得到福报 为你引来子嗣啊 碧园外听到这里 似有所悟 但还是有些不明白 于是回道 恕我愚昧 还望道长明示 如何才能够广结善缘呢 道长回道 据我所知 你们村里有一座木桥 乃是村里的老百姓 出入的必经之路 可是木桥年久失修 早已经腐烂不堪 现在成了一座微桥 听说还有村民从桥上 掉进河里淹死了 你既然是大园外 就应该新修一座桥梁 方便村民出行 这就是行善做好事 你若是能够做了这件善事 老天爷自然会垂帘于你 为你送来子嗣的 碧园外夫妇听到这里 恍然大悟 谢过道长 说罢高高兴兴回去了 村里的木桥早已腐朽不堪 不能够再用了 急需建造一座新桥 碧园外怎么会不知道 但是修建新桥需要银子啊 要从自己口袋里 往外掏出白花花的银子 碧园外的确有些舍不得 很是心疼啊 夫人慧兰为了生子 这次硬逼着碧园外 必须拿钱建桥 夫人发话了 碧园外不敢不从 拿出数百两银子 请来了工匠 买来石块 沙子 建桥的材料 就开始建桥 有钱就是好办事 不到三个月时间 一座皆是漂亮的石拱桥 就建好了 新桥落成那一天 碧园外将村里的所有村民 召集到新桥那里 说道 乡亲们 今天新桥建成了 欢迎大家从新桥上面走 乡亲们晓得 碧园外平日里尖酸小气 怎么会突然发善心 拿出这么多钱建造新桥呢 不少人心存疑问 一个年轻后生大声问道 碧园外 我们从新桥上面走 你收多少过桥费啊 这话一出 全场鸦雀无声 全都齐刷刷看着碧园外 碧园外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他知道乡亲们对他心存借地 于是朗声回道 乡亲们 我碧某人这次建造新桥 是为了造福大家 不是为我自己谋私利 大家从新桥上面走 我一个子都不要 大家免费通行 话音刚落 全场欢声雷动 欢呼声四起 大伙纷纷夸赞碧园外 这次为乡亲们实实在在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碧园外得到乡亲们的赞赏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碧园外蠻以为 按照道长的要求 为村里建造新桥 就是广结善缘 夫人一定会很快怀上孩子的 拿小的过去了半年 夫人的肚子 仍然是干瘪的 没有一点动静 碧园外有些不高兴了 心说花了这么多银子 不能够白花了呀 于是找到道长 质问他 你怎么说得不灵验呢 道长不疾不恼 缓缓说道 碧园外切莫心急 你以为建造一座新桥 就是广结善缘 功德圆满了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你做得还远远不够啊 碧园外听罢就是一愣 那么还要我做什么 道长回道 今年地理的庄稼 遭受蝗虫灾害 很多店户颗粒无收 连口粮都没有了 你不仅要免了店户的租资 还要开仓放粮 救济那些灾民 碧园外 你能不能做到啊 听到这里 碧园外登石一惊 免了店户的租资 就意味着 今年少了很多的收入 这还不说 还要她开仓放粮 这不是要割她的肉吗 碧园外心疼不已 刚想要说 不行 站在一旁的夫人慧兰 狠狠掐了一把她的胳膊 碧园外疼得 姿牙咧嘴 连忙改口 行啊 没问题 虽然心疼 但是为了求子 碧园外也是豁出去了 打开粮仓 救济灾民 这下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得到救济的灾民 都夸赞碧园外是个大善人啊 碧园外这次的确下了血本 免了租资 又开仓放粮 今年的收入 至少损失了三成 说心里一点不心疼 肯定是假的 开仓放粮之后 碧园外心说 这次该功德圆满了吧 夫人应该游喜了吧 可是过去半年 夫人的肚子 仍然是毫无动静 碧园外气恼不已 心说散出去这么多银子 不能够全都打水漂啊 于是急匆匆就去找道长 要个说法 结果到白云冠一看 道长早就出去云游四方 走了多时了 碧园外气愤不已 大骂道长是个骗子 害得他白白花了这么多冤枉钱 过了几个月 到了三月节 碧园外回乡祭祖 待扫墓完毕 回来的路上 刚刚走到山脚的时候 忽然林子里面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碧园外灯食一惊 树林里面怎么会有婴儿啼哭呢 他寻着声音寻找 只见在一棵槐树下 放置在一个篮子 墙堡里面有个婴孩 正在啼哭 碧园外抱起婴孩一看 但见他长得粉嘟嘟的 非常惹人喜爱 再细看 墙堡里面加着一张纸条 写着孩子的出生日期 看到这里 碧园外明白了 这肯定是哪家 生了小孩养活不了 才一气在这里的 碧园外见鹰还哭得厉害 估计是饿了 赶紧将他抱回了家 夫人惠兰一看丈夫 抱回来一个孩子 又惊又喜 待碧园外说明了原委 惠兰也是非常高兴 再一看还是个男孩 就更加喜欢了 就这样 碧园外将男孩收养在家中 给他取名叫做碧锦堂 现在终于有了儿子 碧园外对于碧锦堂 是百般疼爱 特地为他找来了乳娘 还请了几个丫鬟服侍他 在碧园外夫妇的百般宠爱下 碧锦堂茁壮成长 渐渐长成了一个儒雅风流 彬彬有礼的天天公子 碧锦堂和碧园外不一样 他心底善良 心胸宽广 但凡看到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都会鼎力相助 为此博得了很好的名声 这一年 碧锦堂十九岁 要赴京赶考 碧园外对儿子一个人出远门 很是不放心 就特地找来管家的儿子春喜 陪伴碧锦堂 一起赶往京城 并且叮嘱春喜 路上一定要好好照顾少爷 别看春喜 只不过比碧锦堂大两岁而已 但是春喜古灵精怪 非常聪明 这些年在他爹的调教下 长了不少见识 阅历相当丰富 春喜回道 你就放心吧 老爷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服侍少爷的 他若是少了一根毫毛 你为我是问 见春喜这么说 碧园外也就放心了 准备了盘缠交给春喜保管 让他护送碧锦堂赶往京城 有了春喜陪伴 碧锦堂路上也不会感到寂寞 春喜时不时说个笑话 逗得碧锦堂哈哈大笑 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 走得比较顺利 这天就来到了距离京城不远的桌州地界 两人走着走着 就路过一户农家 但见这户农家的房屋低矮 破就不堪 一看就知道他家家境不算太好 碧锦堂看到农家房门紧闭 以为家里没有人 本来两人已经走过去了 忽然屋里传来了一个老人的抽气声 虽然声音不大 但是听得清清楚楚 碧锦堂拉住春喜 就说道 春喜 你听听 屋里好像有个老人在哭泣 春喜不以为然 回到 管他谁哭呢 我们还要赶路呢 再单个时间 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 碧锦堂一听 正色说道 既然遇见了 我们怎么能够袖手旁观不管呢 碧锦堂转回身 来到房屋窗前 透过缝隙朝里面观桥 碧锦堂往屋里不看则已 一看灯时吓得魂飞魄散 只见屋里有一位瘦小的老头 点脚站在桌子上面 正要悬梁自尽 碧锦堂连忙大叫 春喜 快 进去救人 说罢就撞开房门 朝屋里冲进去 春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跟着碧锦堂冲进屋里 看到老头上吊 也是吓得不轻 两人合力将老头救了下来 老头安伤不已 哭喊道 你们救我干什么 让我去死 死了更好 春喜有些不高兴了 哎 我说你这老头 我们救了你 连声谢谢都不说 还要责怪我们 真是岂有此理 碧锦堂瞪了春喜一眼 劝慰老人家 老伯 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难事 非要寻死不可呢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老头口打哀声 这才叙说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老头姓刘 人称刘老汉 刘老汉家里没有田地 在地主家打长工 本来日子就过得非常拮据 去年冬天 刘老汉的老伴生病了 无钱医治 刘老汉就找地主借了五两银子 为老伴治病 没想到 五两银子花完了 老伴的病没有治好 就过世了 为了安葬老伴 刘老汉又找地主借了三两银子 可是地主找刘老汉讨债的时候 却要他还十两银子 说多出的二两银子是利息 如果刘老汉不还钱 下个月就要刘老汉还十二两银子 越往后拖 利息越高 你想刘老汉是个长工 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两银子 现在地主一张口就要十两银子 他哪有钱还呢 刘老汉被逼得走投无路 这才要悬梁自尽 毕锦棠看到刘老汉痛哭流涕的样子 心中很难受 就动了侧隐之心 于是说道 刘老伯 你不要伤心 你的债 我替你还了 刘老汉听罢 刹那间瞪大了眼睛 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 毕锦棠回道 这还能骗你吗 说罢叫春喜拿十两银子 送给刘老汉 春喜有些不高兴了 嘟囔着说道 少爷 我们带的盘缠本来就不多 那是有数的 你这一出手 就是十两银子 我们往后的路费怎么办 毕锦棠敲了一下春喜的脑袋 回道 叫你拿 你就拿 拿那么多废话 春喜不情不愿地 拿出十两银子 交给毕锦棠 你是少爷 你说了算 毕锦棠将银子递给刘老汉 老伯 这些银子你拿去还债吧 不要再想不开了 好好活着 比什么都强啊 刘老汉接过银子 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毕锦棠起身告辞 刘老伯 时候不早了 我们还要赶路了 后会有期 说罢就要走 刘老汉忽然想到了什么 喊道 等等 公子你等等 说罢转身进了屋 不大一会儿 拿出一个黑漆漆的盒子 说道 公子 我父亲原来是个大夫 给我留下了这盒丹药 名叫白宝丹 虽然不是什么西式之宝 但请公子戴上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够派上用场 毕锦棠本来不想收 但是刘老汉坚持 一定要他收下 要不然不让他走 毕锦棠剑实在推辞不过 只好收下了 毕锦棠和春喜继续赶路 这天来到了京城外 眼看离这京城不远了 两人很是高兴 两人走着走着 不觉口干舌燥 腹中饥饿难耐 可是附近没有饭店茶楼 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 就在这么个时候 忽然前面来了几个人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 带着几个教夫 抬着一顶轿子 朝毕锦棠走了过来 张口就问道 请问你是毕公子吗 毕锦棠就是一愣 眼前的人 我也不认识啊 他怎么知道我姓毕呢 毕锦棠疑惑地回道 我就是毕公子 请问你们是 管家说 我们是里员外派来的 在此等候毕公子多时了 快上轿子吧 随我们回府吧 毕锦棠愣住了 我和你们里员外素不相识 他为什么要请我去啊 管家回道 毕公子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快上轿吧 等你到了地方 就自然知道了 毕锦棠还是有些犹豫 春喜这会儿累得不行 一听说里员外有请 肯定少不了饭菜款待啊 于是催促毕锦棠 公子 别磨蹭了 快上轿走吧 我都饿坏了 毕锦棠这才将信将移上了轿子 教夫抬起轿子 晃晃悠悠来到了一座庄园 毕锦棠下轿一看 悠喝 好气派的庄园 只见房舍修建的富丽堂皇 庄园里面绿树成荫 处处花红柳绿 美不胜收 早有仆人进去禀告 不大一会儿 一位五十来岁 身材魁梧的男子走了出来 拱手失礼 啊 毕公子 已经等你多时了 快快有请 想必他就是李源外 毕锦棠赶紧还礼 李源外盛情相邀 晚生不胜感激 李源外将毕锦棠请进大厅 家宴早就摆上了 李源外请毕锦棠落座 毕公子 没什么好招待的 不要客气 请慢用 虽然李源外说 没什么好招待的 但是桌上尽是山珍海味 极其丰盛 春喜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但他毕竟是仆人 是不能落座的 毕锦棠看到春喜直流口水 就说道 李源外 我的家仆还没有吃饭 能不能为他也准备一些饭食 李源外呵呵一乐 当即吩咐管家 你带他到厨房 去用饭吧 春喜喜滋滋跟随管家走了 带几人吃罢宴席 家宴撤下 毕锦棠这才说道 李源外 我与你宿昧平生 为什么要请我到你府里来呢 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李源外这才叙说了实情 原来他有一个女儿 名叫洪月 今年十八岁 半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 洪月得了一种怪病 浑身绵软无力 食欲不振 李源外请便了名医 来为女儿治病 可是大夫看过之后 都摇摇头说 无能为力 根本查不出病因 更不要说 用药医治了 正当李源外 为女儿的病情 愁烦不已的时候 前几天来了一位道长 告诉李源外 说想要治好洪月的病 就得寻找有缘人 过几天 有一位赴京赶考的毕公子 他就是你们李家的贵人 只有他 才能够治好洪月的疾病 李源外听到后 喜不自禁 就吩咐管家 叫他再进入京城的 毕京之路上等候 一定要等到这位毕公子 管家一连等了五天 今天终于等到毕锦堂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李源外失礼 毕公子 事不宜迟 快请给我女儿看病吧 毕锦堂听罢尴尬不已 又不好说自己 根本不懂医术 只好硬着头皮 跟随李源外 来到了洪月的闺房 进了洪月的闺房 只见床上躺着一位 貌美如花的姑娘 虽然脸色有些苍白 但是遮掩不了 她那秀丽的容颜 毕锦堂装模作样 为洪月把脉 正在思索如何收场 李源外紧张地问道 毕公子 我女儿病情究竟如何 毕锦堂额头上的汗 已经下来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这时候说自己不懂医术 岂不是颜面扫地 但是自己压根就不懂 我怎么知道洪月得了什么病 正当毕锦堂惊慌失措的时候 春喜悄悄向她递眼色 还做了个盒子的首饰 那意思是说 公子 你怎么忘了 刘老汉不是送给你白宝丹吗 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 毕锦堂多聪明啊 立马就明白了 豁然开朗 装模作样地说道 啊 不碍事 令爱的身体 没有什么大问题 李源外听到这里 欣喜不已 连忙问道 公子可有解救之法 毕锦堂拿出白宝丹 说道 请把此丹药喂送小姐服下 小姐即刻就能够康复 李源外高兴不已 急忙叫丫鬟服侍小姐 服下白宝丹 你还别说 到了第二天早上 洪月就渐渐苏醒过来了 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 李源外看到女儿恢复 欣喜不已 当即感谢毕锦堂 一定要留她在府里多住几天 每天都是好酒好菜款待 没过几天 洪月的身体就彻底康复了 李源外夫妇高兴不已 李夫人见毕锦堂英俊潇洒 又是个青年才俊 就相中了她 想把女儿嫁给毕锦堂 李夫人就把自己的想法 跟李源外说了 李源外听说了非常赞同 第二天就找到毕锦堂 说要招她为女婿 把女儿洪月嫁给她 毕锦堂听吧 大吃一惊 赶紧回到 多谢李源外的美意 这婚姻大事 得经过父母同意才行啊 我与洪月姑娘的婚事 得禀明我的父母 他们同意了才行啊 再者说了 我马上就要赴京赶考了 也耽误不起啊 听到这里 李源外有些不高兴了 难道我的女儿 还配不上毕公子吗 说话间 眼睛中射出两道寒光 让人看了 不寒而栗 这位李源外 原本占山为王 是个山大王 手底下有数百楼罗兵 朝廷几次进山围剿 都是无功而返 后来朝廷决定招安 曾经的山大王 成为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后来他厌倦了 官场的尔虞我诈 辞官不做了 回到家修建 如此豪华的庄园 在此遗养天年 虽然李源外 早已不是山大王了 但是他身上的匪气 却是一点不曾减退 李源外 刚刚瞪了一眼 碧锦堂 身上的匪气 又抖落出来了 差点没把碧锦堂 下个半死 碧锦堂急得面红耳赤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候春喜看出来了 如果碧锦堂不答应这么亲事 只怕他们走不出礼府 春喜赶紧上前劝道 少爷 你看你和红月姑娘男才女貌 乃是天作之和呀 这么好的姻缘 千万不要错过了 公子 你就答应了吧 李源外听罢 喜笑颜开 还是这位小兄弟会说话 老夫爱听 碧锦堂还有所犹豫 春喜说道 少爷 你和红月姑娘结婚 也不会耽误你参加科考 再者说了 你和红月小姐结婚 回家后 再把婚事秉明父母 他们也会支持你的 你就答应了吧 碧锦堂也看出来了 今天要是不答应 只怕走不出礼府 其实他第一眼看到红月 就对他一见钟情 喜欢上了他 只不过又于礼法 才不敢贸然答应 李源外见碧锦堂答应了 高兴不已 很快在李源外夫妇的操持下 碧锦堂和红月拜堂成亲了 洞房花竹叶 碧锦堂和红月进入新房 碧锦堂看着美若天仙的新娘 胸中浴火燃烧 暗倒红月 共赴一场云雨之欢 这闺房之乐妙不可言 天雷勾地火 懂的人都懂 碧锦堂和红月结婚之后 李源外安排了一辆马车 送他到京城参加科考 碧锦堂走进考场 有如神助 超长发挥 等发榜之后 他果然不负众望 一举考中了进士 碧锦堂喜不自禁 赶紧跑到李源外家 将自己高中的喜讯 告诉了红月和岳父岳母 红月一家自然高兴 女婿如今考取功名 他们脸上也有光彩 碧锦堂带着红月回家 拜见父母 碧园外夫妇在家 早就得到了儿子高中的喜讯 见儿子带着漂亮的儿媳妇回来 高兴得何不拢嘴 在家里大摆宴席 庆贺儿子双喜临门 同乡县城郊外的谭家村 有个年轻的后生 名叫谭文德 谭文德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已经过世了 现在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偏偏母亲体弱多病 干不了什么活 这生活的重担 就全压在了谭文德身上 家里的日子非常穷困 谭文德 谭文德是个大孝子 每天下地干活 操持家务 尽心尽力服侍母亲 有什么好吃的 也都是留给母亲吃 自己舍不得吃一口 眼看着谭文德 早就到了娶妻的年纪 可如今还是光贵一个 母亲常常哀声叹气 这天对谭文德说道 儿啊 都怪我拖累了你啊 你看你都快二十七八的人了 连个媳妇都没娶上 这可如何是好啊 谭文德宽慰道 娘啊 千万别这么说 这婚姻大事要讲缘分的 缘分到了就有了 缘分没到 抢求也没有用啊 儿啊 话虽这么说 可岁月不等人啊 这什么时候 才是个头啊 好了 您就别瞎操心了 我干活去了 说把谭文德 扛起锄头 就出了门 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 谭母只是一个劲的摇头叹气 日子过得飞快 眼看到了深秋时节 地里的火早就忙完了 这天天气情好 谭文德拿着砍刀 绳索来到了后山 打算砍些柴火 留着过冬烧饭用 后山离着村子不远 顶多三里多路 这里山市连绵起伏 山上古墓参天 郁郁葱葱 谭文德正 悠哉悠哉地走着 忽然不远处的灌木丛 传来一阵阵哀叫声 树丛还在剧烈地抖动 谭文德当即就是一愣 飞快地跑了过去 扒开灌木丛一看 原来是一只黄鼠狼 被捕兽家给家住了 只见黄鼠狼的小腿 被家的鲜血直流 它越是挣扎 越是疼痛难忍 所以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哀叫 看到这里 谭文德有些愚心不忍 心说 黄鼠狼好歹也是条性命 救救他一救吧 打定主意 谭文德攒尽浑身的气力 掰开了捕兽家 黄鼠狼这才得以逃了出来 看到黄鼠狼的小腿 还在不停地流血 谭文德赶紧采来一把仙鹤草 放在口中嚼碎了 将枝叶敷在黄鼠狼的伤口 而后扯下一斤的一脚 仔细包扎好了 黄鼠狼小腿的血终于止住了 他蹦蹦跳跳钻进了树丛 临走前 还深情地回头看了谭文德一眼 那意思好像在说 谢谢你 恩公 谢谢你救了我 谭文德微微一笑 朝他挥挥手 男男自语道 小家伙 快走吧 以后走路 可得小心点 下次可没这么好运了 黄鼠狼似乎听懂了 四溜一下钻进了灌木丛 消失不见了 见黄鼠狼跑远了 谭文德也没有多想 继续上山砍柴去了 这时就这么过去了 冬去春来 转眼到了初春时节 这天村里的流园外 找到了谭文德 说道 文德呀 我有一批货要送到林县去 车夫我已经找好了 可还缺少一个搬货的伙计 你能不能辛苦帮我走一趟 只要你把货送到了 我给你二两银子的报酬 谭文德 谭文德听罢大喜过望 他一个月也未必能够挣一两银子 现在去送一趟货 就能够挣二两银子 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啊 谭文德 谭文德急忙回道 行啊 留园外 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好吧 文德 明天一早 你来我家装货 第二天一大早 谭文德急匆匆来到了流园外家里 将几十箱货物扛上大车 随后往林县赶去 这次送货非常顺利 等送完货后 车夫赶着大车 带着谭文德 就往回赶 马车一路急迟 这天黄昏时分 来到了大家山的一个三叉路口 车夫突然一勒马的江绳 长喊了一声 虚 马儿收住四提停下了 谭文德就是一愣 我说小哥 这还没到地方呢 你怎么就停下了 车夫回道 谭大哥 实在是对不住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我家里还有事 要急着赶回去 我跟你不是一个方向的 你往右边的路口走 走不了五里路 就到了进城的关道了 请你下车吧 见车夫这么说 谭文德 谭文德也不好多说什么 既然人家不愿意待 也只有下来不行了 于是他就下了车 车夫一甩马鞭子 往另一边的路口走了 谭文德 谭文德独自往前走了一会儿 天就渐渐黑下来了 四周群山环绕 杂草丛生 眼前隐隐绰绰辨不清方向 谭文德 谭文德一时有些心慌 这是到了哪里 车夫不是说往前走五里路 就到关道了吗 这都过了五里路 压根就没看见关道的影子 坏了 迷路了 谭文德越急 心里越慌 越慌就越是走错路 在原地打起了转转 愣是走不出去 夜凉如水 山里的夜风冷嗖嗖的 刮在脸上一阵阵生疼 远处还不时传来几声 不知名的野兽的低吼声 谭文德心里直打哆嗦 坏了 再要走不出去 可就成了野兽的盘中餐了 正当谭文德下得六神无主的时候 忽然身后 忽然身后传来一位老者浑厚的声音 年轻人 你是不是迷路了呀 谭文德 谭文德回头一看 当即就是一愣 只见眼前站着一位瘦小枯干的老头子 嘿 这老头子的打扮太奇特了 只见他穿一身黄衣裳 头上还戴着一顶黄色的小帽子 再往老头脸上看 唐文德 唐文德差点没笑出声来 只见这老头 长得是尖嘴猴腮 一双小黑眼珠子 滴溜溜乱转 两颗黄色的大包牙往外翻翻着 嘴上几根黄色的狗油胡子 一翘一翘 活脱脱一个老鼠惊变的 越看越像一只黄鼠狼 但谭文德忍住了没笑 公公静静回道 老人家 我误入此处 迷失了方向 还望老人家指点迷津 嗯 看你还有些礼数 就给你指条明道吧 说吧 老者伸手往旁边一指 对谭文德说道 你顺着这条路 一直往东走 千万不要回头看 你能不能走出去 就看你的造化了 话音刚落 忽然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 老者即刻消失不见了 谭文德都看傻了 心说 难道遇到深山里的神仙了 但看他那副模样 也不像啊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 突然半空中传来老者的声音 恩公 快走吧 多谢你当年的救命大恩 恩公 擅自珍重 恩公 他怎么叫我恩公 我什么时候救过他 谭文德 谭文德闹糊涂了 但这时候 他也不敢在这里逗留得太久 还是赶紧离开此处为庙啊 打定主意 谭文德 静止往东边的小路走了过去 约莫往前走了一个多时辰 眼前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山路 谭文德心里一阵阵发紧 心中泛起了嘀咕 莫不是老者拿我消遣 随便给我指了一条道路 不可能啊 既然他喊我恩公 想必不会坑害于我 正当谭文德心乱如麻的时候 突然眼前出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谭文德吓得头皮发麻 坏了 只要遇上豺狼虎豹 我可就小命交代了 他捡起一根树枝 战战兢兢上前查看 又用树枝捅了捅那个黑影 这才看清 地上趴着的竟然是一个老汉 只见老汉衣着破旧 胡子拉叉 谭文德用手试了试老汉的鼻息 嗯 还有口热气 再一摸额头 坏了 老汉的额头烫得似火烧一般 再看老汉紧闭双目 脸上露出极其痛苦的神情 看样子病得不轻 谭文德来不及多想 背起老汉就往前面赶去 往前又走了半个时辰 终于走出了深山 来到了关道上面 忽然前面不远处出现一家客栈 谭文德欣喜不已 即刻加快了脚步 谭文德来到客栈 啪啪啪拍打院门 大声喊道 有人吗 屋里有人吗 快开门哪 敲了好半天 屋里才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谁呀 大半夜的不睡觉 敲什么敲 话音刚落 房门支呀一声打开了 一个年轻的伙计 睡眼惺忪的看了谭文德一眼 有些恼怒的问道 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事啊 谭文德赶紧陪礼 回道 不好意思啊 小哥 打扰你休息了 你看 我这有位病人 烧得厉害 还望小哥行个方便 火机看了一眼 谭文德背上的老汉 没好气地回道 我们这里是客栈 不是医馆 你把这半死不活的老头 背到我们客栈 来干什么 走走走 快走 万一他死在我们店里了 以后 谁还敢来这里住店 说吧 火机哐当一声 关上了大门 谭文德碰了一鼻子灰 只得背着老汉离开了 离开客栈 又往前走了一段路 天终于蒙蒙亮了 谭文德总算看清了方向 离家不远了 于是一口气把老汉背回了家 谭目看到儿子背回来一个陌生的老汉 大吃一惊 急忙问道 儿啊 这是谁呀 你把他背回来做什么 谭文德回道 娘啊 我也不认识他 是我在半路看到他病得厉害 才把他背回来的 谭目看到老汉烧的满脸通红 一副病奄奄的模样 顿时慌了神 而啊 他病得这么厉害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脱不了干系 你还是把他送走吧 哎 母亲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打小不是教过我 看到别人有难 应该伸手相助嘛 现在老汉病得这么厉害 我们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 儿啊 不是我不救他 家里现在一个铜板都没有 我们拿什么给他看病啊 娘啊 家里不是还有一个玉手镯吗 我们可以把玉手镯点当 给他看病啊 给他看病啊 儿啊 这可不行啊 这是你爹留下来的 我还要留给我的儿媳妇呢 娘啊 你的儿媳妇还不知道在哪呢 现在救人要紧 您就赶紧拿出来吧 经不住谭文德的苦苦哀求 谭母 喊泪拿出了玉手镯 交给了儿子 谭文德即刻就把玉手镯 拿到当铺点当了 而后带着钱将老汉背到了医馆 郎中给老汉开了药 老汉服下药之后 高烧终于渐渐消退了 郎中说道 年轻人 幸亏你送来得及时 再晚一步 大罗神仙也就不了他了 看到老汉的高烧退了 谭文德终于松了一口气 往后的几天 他每天衣不解带地服侍老汉喝药 又熬了小米粥 为送老汉吃下 在谭文德的悉心照料下 老汉的身体渐渐康复了 精神也好了许多 这天谭文德就问道 老人家 您怎么称呼啊 怎么晕倒在大山深处啊 老汉看了谭文德一眼 笑隐隐地回道 谢谢你啊 小伙子 要不是你出手相救 我这把老骨头 就死在路边了 他这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老汉名叫罗光渠 是青龙镇一个做雨伞的工匠 这次来县城 是来看望一位远房亲戚 罗光渠看完亲戚回家的途中 因为不熟悉道路 误打误撞走进了大家山 这里前不着村 后不着殿 没有找到客栈 天天突降暴雨 将罗老汉淋了个透湿 罗老汉六十开外的人了 哪里经受得住这番折磨 当即就发起了高烧 这才病倒在路边 谭文德听霸回道 老伯 你就安心在我家住下吧 等你身体完全康复了 我再送你回去 罗老汉说道 小伙子 谢谢你啊 我出来这么久了 当初出门的时候 跟家里人说好了 三五天就回去 你看 我这一生病 就耽搁了半个多月 家里人肯定着急 说不定这时候 为了找我 正急的团团转呢 那怎么办呢 你看你身体还没有好 如何走那么远的路啊 小伙子 你就好人做到底 送我一程吧 行啊 你等一会啊 我给你找一辆车去 说吧 谭文德急匆匆出了门 第二天 谭文德用借来的一辆独轮车 拖着罗老汉就上路了 青龙镇距离村子 有很远的距离 谭文德推着独轮车 翻山越岭 过河汤沟 连走了三天 才到达了镇子 青龙镇是个繁华热闹的大镇子 商铺林立 做买卖的商贩川流不息 煞是热闹 罗老汉指引着谭文德该怎么走 川街过巷后 两人来到了一座白墙带瓦的宅子面前 罗老汉喊了一声 到了 谭文德这才收住了脚步 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累得是气喘吁吁 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响了 谭文德心说 总算到了 终于可以歇一会 吃点东西解解乏了 拿小德罗老汉跳下车之后 连声谢谢都没说 冰冷地说道 文德呀 我到了 你自个儿回去吧 说罢就进了宅子 谭文德见此情景 心里老不大痛快 心说你怎么这样啊 我辛辛苦苦送你回来 你不说请我进屋坐坐喝口水 就这样把我给打发走了 你这也太没礼貌了吧 但是转念一想 或许是罗老汉离家太久 私家心切 急着想要见到家人吧 算了 不跟他计较了 我还要赶回去呢 想到这里 谭文德也没有多说什么 推着独轮车就回去了 回到家之后 母亲得知 罗老汉怠慢了儿子 那么远 把他送回家 连门都没有 让儿子进去 更别提请 谭文德吃饭歇息了 母亲有些生气了 对谭文德说道 儿啊 不是我说你 当初你就不该救那个白眼狼 你看看 你累死累活把他送回家 他连声谢谢都不说 还那样怠慢你 你真不该救他 就让他活活 病死在路边 谭文德 谭文德呵呵一乐 回道 娘啊 你这说的都是气话 如果没有要我遇上这摊子时 也就算了 但是叫我遇上了 我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 儿啊 你就是心眼太好了 你看看 你把家里唯一值钱的玉手镯当了 为他治病 就落得这么个下场 值得吗 娘亲 玉手镯固然珍贵 但是跟一条人命比起来 就算不了什么了 母亲见说不动谭文德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气呼呼的走了 送走了罗老汉 谭文德又开始了日出而坐日入而息的生活 每天一睁眼就忙个不停 这时就渐渐淡忘了 这天 谭文德收工从地里回来 老远就看到 一支迎亲的队伍 吹吹打打进了村 为首的是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媒婆 后面跟着几个教夫 抬着一顶四台大轿 还有几个吹鼓手吹吹打打 好不热闹 谭文德还难闷 这是村里谁家娶亲啊 最近也没有听说 哪家要娶媳妇嫁姑娘啊 他正难闷呢 就看到迎亲的队伍 静止朝自己家走去 谭文德惊讶不已 赶紧跑了回去 谭姆看到迎亲的队伍 站在门口 惊恶不已 你们 你们这是 是不是走错门了 媒婆笑吟吟地说道 老太太 这里是不是谭文德家呀 是啊 我就是谭文德的母亲啊 那就没错了 我是受青龙镇罗园外所托 为他上门提亲来了 罗园外有个女儿 名叫慧莲 今年刚刚二十岁 长得是貌美如花 知书达理 至今尚未婚配 和你儿子正好般配呀 罗园外相中了 罗园外相中了你家 谭文德的勤快 朴实 品行端正 罗园外说了 这门亲事 只要你点个头就行了 不要你家出 一文钱的听力 而且 结婚的所有花销 罗园外家都包园了 老太太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你就赶紧点头同意吧 你看 我把新郎官的喜福都带来了 说吧 媒婆拿出了一件崭新的喜福 谭母听吧 心里是又惊又喜 喜悦的是 儿子的婚事终于有着落了 惊讶的是 天底下竟然有这等好事 落到自家头上了 可这位罗园外是谁呢 我们也不认识啊 他就问谭文德 而啊 你可认识这位罗园外 谭文德听了 也是云里雾里的 我哪认识什么罗园外啊 谭文德还想问个清楚 拿小的媒婆直接将喜福 还有一大包银子放到了桌上 笑吟吟的说道 好了 这门妻事就这样说定了 三天后 我就把新娘子送来 你就等着拜堂成亲吧 说把媒婆带着迎亲的队伍走了 等谭文德追出去 他们早就走远了 三天后的中午时分 谭文德刚刚回家 外面就响起了喜庆的唢呐声 人声鼎沸 谭文德就是一愣 抬眼观桥 迎亲的队伍 已经到了门口 媒婆看到谭文德 傻愣愣地站在门口 不知所措 上前拽了一把她 称笑道 姑爷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换上衣裳 迎接新娘子啊 说吧 媒婆一招手 几个丫鬟跑了过来 七手八脚的就给谭文德 换上了新郎官的喜服 又把谭文德的母亲打扮了一番 请她坐在唐屋正中央 等着儿媳妇上来献茶 在媒婆的主持下 谭文德就好像一个木偶一样 被人操控着和新娘子拜堂成亲了 送进了新房 等谭文德 等谭文德走进新房 看到新娘子头顶红盖头 端坐在床边 心里就开锅了 好似那开水 咕嘟咕嘟 不停地冒着泡泡 谭文德感觉做了一场梦一样 这是真的吗 我真的娶媳妇了 她怯生生地站在一旁 迟迟不敢上前 她倒是没什么 可惜娘子等不及了 瞠怒道 你什么时候才揭开盖头啊 我都快闷坏了 谭文德这才如梦方醒 赶紧挑开了红盖头 顿时就惊呆了 哎呀 这新娘子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只见她眉似弯月 眼如漆带 面若桃花 好似那画中的仙女 一般好看 新娘子会连见谭文德 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不由地羞红了脸 相公 你还没有看够吗 哪有像你这样 盯着新娘子看的 谭文德 也感觉自己失态了 赶紧收回了目光 疑惑地问道 娘子 像你这般 花容月貌的女子 怎么会看上我 这么一个穷小子呢 哎 相公 你千万不要轻薄自己 我爹爹说了 他不在意你的出生 也不计较你家里的贫寒 就是看中了你人好 心底善良 孝敬父母 他说了 像你这样的好人 才值得托付终身 你爹爹 你的爹爹是 我爹爹 就是你就过的罗光渠啊 啊 你爹爹是罗光渠 可他对我说 他只不过是一个 做雨伞的工匠 不是什么大圆外啊 哈哈哈哈 相公 我爹爹当初 就是以坐雨伞起家的 后来才成了大圆外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听到这里 唐门德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可我在大家山救他的时候 看到他穿得很破旧 不像个有钱人啊 相公 这你就不懂了 爹爹是怕遇到山贼打劫 才故意穿得破烂一些的 娘子 你说 你爹爹相中了我 为什么我当初送他回家 他那般对待我 连家门都没让我进去 到如今 他又怎么愿意把你许配给我呢 相公 那是我爹爹故意考验你 如果你当时找他要回报 他料定你是贪财好利之人 以后成不了大事 而你当时一言不发 没有半句埋怨 可见你心胸宽广 心底善良 将来必有所成 他这才主动联姻 把我嫁给你 谭文德听到这里 长舒了一口气 心说 幸亏当时没有找罗园外 要好处 要不然 就娶不到今天的美娇娘了 谭文德娶了慧莲之后 小两口恩爱甜蜜 自不必说 很快岳父大人 就送来了一大包银子 说是女儿的嫁妆 为谭家盖起了一座 宽敞明亮的新宅子 后来罗园外 手把手教谭文德 如何做生意 谭文德也很争气 不到一年的功夫 就摸清了做生意的门道 在岳父大人的资助下 谭文德开了属于自己的店铺 也当上了大掌柜 谭文德做生意 非常讲究诚信 也很重信誉 来跟他合作的商人 是越来越多 他店铺的生意 也是越来越红火 短短几年的功夫 就赚了不少钱 连开了两家分号 谭文德如今有钱了 到当铺把那只当掉的玉手镯 给赎了回来 还给了母亲 谭母拿到玉手镯之后 高兴的是喜笑颜开 立马就送给了儿媳妇慧莲 慧莲自然是感激不尽 没过两年 慧莲就给谭文德 和生下了一双可爱的儿女 谭母终于如愿以偿 抱上了孙子 高兴的是何不拢嘴 一大家子 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